防疫期間講賞屋 首先相關規定先看清楚囉 目前賞屋都是採預約制 可以私訊或是來電預約 進場得全程佩戴口罩 量體溫和實名制 每一組客人上線四人 而且同一時間只接待一組 當然迫不及待想馬上賞屋的 不如直接來一場線上賞屋 不保人愛現在說給你聽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沒有動線啊 我是錢燕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去搭雞結 集結開通之後呢 現在到領口是越來越防備 而且也很省時間 讓領口的方式話題不斷 現在呢也包括說東森啊 三立啊 還有蘇丹井啊等等公司呢 都要在那邊打造一個媒體園區 渴望變成像是亞洲產城一樣 那麼當時光呢 也將創造一萬五千個工作機會 現在的領口呢變什麼樣子 我們直接當集結帶你去看 一出一出一出站馬上就是環球購物 還有洗來燈飯店 好幾間的這個連鎖餐廳呢 在這邊也都找得到喔 那麼未來要蓋的這個媒體園區呢 也讓整個影視重心呢 都往領口來移動 也就是說呢 這邊變得就好像是一個明星城市一樣 那確實今天我們要看的案子呢 也是賈敬文代言的喔 走 帶你們去看富保仁愛 今天要看的是富保仁愛 基地位置就在仁愛路二段上 緊鄰家樂福商圈 基地面積達一千四百四十七坪 但見幣率不到一半 總共規劃兩百戶住家 車位還是全平面 地上十五層 地下三層 坪數有二十六到四十坪 兩到三房 目前主打三房 兩房已經完售囉 富保集團是深耕領口的在地建商 光是在這一代 目前就已經累積十二案 這次富保仁愛不只大動作 請來一人賈敬文代言 在外觀設計上呢 正面也用全食材 算是區域非常少見的個案 以交通機能來說呢 富保仁愛位在領口正核心 靠近A9捷運站和國道一號 周邊也有多條公車路線 生活機能 除了三井Outlet 加樂福商圈 未來還有媒體園區利多 以及新創科學園區等 公車轉運站也即將完工 基地周邊還有四大公園包圍 綠翼環境 環繞家園 這次富保仁愛用的建材 非常的厲害 像現在呢 為了防疫需求 我們的手部盡可能 都不要碰到的東西 那如果說我們要按電梯 該怎麼辦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叫做手勢轎車 如果說我現在要上樓的話 只要這樣子往上揮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按鈕 就已經有亮起來了 那如果要下樓的話呢 一樣就只要這樣揮一下 比個手勢就可以自動感應 非常方便 大家也沒在這裡客氣的 採用的是義大利進口的迪瑞裝甲 可以防暴防火 而門鎖呢 看你是要用一般的鑰匙 或者是藍牙 密碼 或者是像這樣子的磁扣都可以開 再來進到三房的樣品屋 進門呢這裡有一個非常完整的玄關空間 這裡呢也可以設計一張小椅子 在這裡穿脫鞋子才方便 而進來呢這裡的客廳的空間尺度也夠大 而且一定要有一個非常大的落地窗 這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再過去呢有一個非常大的陽台 這樣子採放採放 半開放式廚房和餐廳間可以設計中道 上菜方便同時油煙不亂竄 衛浴皆有開窗 主客衛浴 都有免制馬桶 暖風乾燥機 主臥空間尺度大 而且房間都有開窗 三房呢更是戶戶邊間三面採光 產品面來說呢 格局和室內規劃算是滿貼心的囉 頂規公設包括咖啡廳 休憩區和迎賓大廳 基本該有的都沒有少 有興趣的話 防疫期間只要遵守相關規定 可以直接來電或線上預約賞屋